Hello everyone 小朋友们 大家好 Today is week 47 Day one is our phonics time 上一周呢 我们认识到了 dr 怎么组合在单词的开头 怎么去发音 那这一周呢 我们要认识 tr tr says tr 中间这个 c 怎么的音要念出来啊 tractor your turn tractor 就这个难一点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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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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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绘本当中 比较长的句子吧 那今天的绘本故事讲的是 Joey和爷爷一起出去 对不对啊 然后发现了一只非常可爱的小鸟 想把他抓起来 看我们爷爷把他开过去的车停着了 he parks the tractor for a nap 就是想到树下面去休息一下 for a nap 然后我们的小Joey干嘛呢 Joey sets a clever trap a clever trap clever 就是支了一个篓子 在那边放了吃的 你用这个小鸟进来 然后把这个小鸟抓住了 对不对 然后抓回去的小鸟很闷闷不乐 对不对呀 然后我们小Joey出去扔垃圾的时候发现 Joey takes the trash outside trash outside就是在外面 发现了其他自由的小鸟很愉快的在飞行 对不对 free birds dive and swoop and glide 这几个动词都是描述小鸟飞行的这个状态啊 然后呢我们就小Joey就把小鸟放了 因为小鸟是需要自由的对不对 free 这是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啊 大致理解它的意思就可以啦 需要小朋友们完成的after reading三个拼读词哦 那当然你们也可以把这个句子念清楚 Joey sets a clever trap 我们明天的绘本故事见吧 拜拜